好一个消费纠纷 来看这家知名的卖场 卖一款这个进口的晚霜 结果民众买的时候呢 发现包装鼓鼓的 他仔细一看 旁边的标签好像被撕过 他就拿起旁边结合来比较 就发现了蹊跷 因为其中有一盒呢 这个保存的期限不一样 再过几天就要到期 但其他的都是明年才到期 他强烈怀疑 他的标签上可能动过手脚 包装和涂起像水旁 民众26号在知名卖场买碗霜 发现外包装鼓鼓的 怀疑标签有问题 查看同样商品 有效期限标示 2014年3月 其中有一盒标签不一样 再过几天就到期 民众怀疑是卖场改了标签 企图延长发射时间 不太能接受吧 除非说原厂 他是提出他所谓的证明的部分 但是其实就算提出证明 消费者基本上也是打问号的 不信任感 就本身已经产生了 很过分啊 然后不会再买了吧 这很倒霉吧 标签一次经过更改 消费者产生疑问 卖场解释 这批商品是2011年3月生产 保存期限错印成两年 事实上是三年 2014年才到期 美国厂商委托台湾 印刷正确的标签 只是漏贴了一盒 但按照正常程序 卖场应该将商品 退回美国原厂更正 但这批商品只退回 台湾标签厂商重贴 重回卖场 被投诉改标签的商品 已经先下架 卖场强调 基于负责任的态度 将清查整批商品 确认安全无余 才会重新上架贩售 中天新闻科士章 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